我们爱来改变人生 我们继续来关心 叙利亚内战进入第四年 到现在每一天 还是有大批的叙利亚难民 从边境涌入土耳其 因此土耳其当地的次级志工 最近就在伊斯坦跑近郊的两个地区 针对近千户的叙利亚难民 来发放茅坛 土耳其第一大城 沉伊斯坦堡 街头车水马龙 但一不小心可能会看见 乞讨的小孩穿梭其中 你从哪里来的 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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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突然在观光区看到 有一个小孩子没有鞋子 就在路边要钱 一看是叙利亚人 那我想说是不是能够帮助他 最后他带着我 坐着火车 然后下来走路走到他家 然后一均看到那一整个区域里面 全部都叙利亚人 从战火纷扰的祖国 逃往邻国避难 紧接而来的 却是在异乡面临生存问题 像这样子的地方 这里面都是水 那小孩子睡在这边 其实很辛苦 难民的生活困境 土耳其慈禧之工 在实际家访后决定进行援助 希望在延东来临之际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 能给各位保暖的贴心感受 以及这间互助户外的问题 尽管土耳其志工人力有限 但慈禧首次的毛毯发放 依旧顺利完成 总共为884户家庭 发出了3738条毛毯 这当中更难能可贵的是 有许多叙利亚职工的参与 11岁的男孩为此 就是职工的小帮手 我现在非常疲惫 因为我离了墙斯基斯和西利亚 和我的朋友在西利亚 职工与难民互道感恩 他们手上提的是 郁韩的过冬物资 也是来自全球慈禁人 爱心的重量 大家新闻赵德瑶 赖展文 于自成 土耳其报道